紐約大都會主場迎戰華盛頓國民 本季首都碰頭 派出雷神Noah Synderga掛帥先發 包含這次三陣掉傑森威斯在內 第一局就演出三上三下 大大挺陣全隊士氣 打線很快在下個半局展開攻勢 開路先鋒Curtis Gredison 抓第一個球就出棒 拔出個折三英里四封線 送往右外野方向 很高 很遠 留不住囉 本季第七攻勢一發洋春炮 幫助大都會率先打破鴨蛋 這也給了投手抽傷的Synderga莫大信心 就算二局上面臨一出局一三類友人危機 他還是能夠穩住陣腳 讓威爾森Ramos擊出內野滾地球 成功測動一次四六三的double play 安全下裝 Synderga虎骨身風 國民先發投手也不好惹啊 近前一場標出二十次三陣之後 Max Schroeder繼續沾線K攻 這場主投六點一局 標出了十次三陣 只被敲三隻安打 是一場優質先發 無奈達線熄火 加上被敲的三隻安打當中 包含了兩發洋拳跑 這發右外野方向全力打 是Michael Comforto本季第六紅 幫助紐約大蘋果八領先 擴大到二比零 國民想追分 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這場比賽的焦點人物 Daniel Murphy身上 今年球技從待了七年的大都貴 轉戰國民之後 熟度碰上老公家 Murphy自己上半從前隊友手中 敲出右外野落點巧妙的德州安打 只不過香灰本類得分就沒那麼容易了 Noah Sinnega直接上了一顆九十九英里火球 給下一棒的Rial Zimmerman 讓他站著不動 下臺一局攻 靠著雷神 Sinnega主投七局只被敲五隻安打 標出十次三陣的豪頭帶領 加上兩位後援投手合力守成 中場大都貴二比零玩風國民 距離國連東區龍頭 只剩零點五場勝差 謝謝